大家好,欢迎来到安小辉的视频课程 Qt图形式图框架详解 那这节课呢,我们来讲一下图形式图框架里边内建的那些atoms 内建的atoms呢,主要有这些 像这个Qgraphics Rect Atom Qgraphics Ellipse Atom Qgraphics Test Atom 以及Simple Test Atom 还有Line Atom PixMap Atom PixAtom 还有这个Plugin Atom 这些呢,都代表了具体的一些图源 然后他们公共的最终有一个祖先 都叫Qgraphics Atom 然后呢,还有的是继承字Qgraphics Object 这个Qgraphics Object呢 这个类呢,它实际上是Qgraphics Atom的配成类 同时呢,它也是Qobject的排成类 这样的话,它就拥有了信号以槽的能力 然后在Atom当中呢,还有一个用于布局的Qgraphics Layout Atom 它主要是针对Qgraphics Widget 针对这个呢,针对这个呢,可以进行布局 那还有另外一个呢,叫Qgraphics Process Widget 它用来做什么呢,它可以把我们Qt Widget里面 比方说像Label,像QtestEdit等等 像这样一些传统的Qt Widget呢 来放到我们的图形书的框架当中去 通过Qgraphics,通过Qgraphics Scene 它的Add Widget呢,那就可以把它们放进去 那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个Atom 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创建一个简单的项目 然后呢,演示一下这些Atom的应用 我们这个项目的名称,我们就启成叫Atoms 好,OK,好,我们把这些呢,给它干掉 然后呢,我们添加一个对CIA加11的一个支持 然后呢,我们加一个图文件,Qt Widgets 加了这个图文件,所有的Qt Widgets的半目块都包含进来了 然后呢,我们先声明一个Scene 给它指定大小 6302 然后我们声明一个Qgraphics View View的话,可以通过构造函数来给它关联一个Scene 然后呢,我们设定View的一个最小的一个Side 设成640乘4来 然后呢,我们来设置我们取景框的大小 让它刚刚好就等于我们场景的大小 好了,现在呢,我们来构建一些Atom 首先,我们来一个最简单的 也就是我们上节课已经说过的啊 就是我们Test Qgraphics Simple TestAtom 好,我们还叫它Hello 这是一个图文件 然后呢,设定一下它的位置 SetPause SetPause的方法呢,是Qgraphics Atom的方法 它可以设定一个图文件在场景当中的位置 然后呢,我们把它加到场景当中 这Qgraphics Simple TestAtom呢,用来显示一些Planetest 它呢,你也可以给它设定字体 比方说,我们生命一个字体 我们调整一下大小 QFont,Font,Font,Font 好,我们设一个大小 SetPixelSide 然后我们设成30 好,这样我们就改变了它的字体 这是Qgraphics Simple TestAtom 那还有一个呢,我们比方说我们显示一个图片 然后我们有一个Fish的图片 OK,New Qgraphics Pixmap Atom 然后呢,给它指定我们的图片 然后呢,把我们的这个Fish呢,设置一下Pause 我们放在这个文本的下面 然后我们放在40这个地方 OK 然后呢,我们加到场景当中来 现在呢,我们先添加一个资源文件 选Qt QtResourceFile 然后呢,我们要把Copy一个图片过来 放在这里 然后给它添加一个文件 添加现有文件 添加Fish的评计 好了,那这个时候就 这个图片就OK了 然后接下来呢 那我们再放一个 React New Qgraphics ReactAtom 它有很多的构导函数 那我们0,0,0 设成100x80 OK 然后呢,设置一个Pause 放在我们图片的右边 放在我们图片的右边 270 然后呢,40 然后添加到我们的场景当中来 这是React 然后我们还可以 添加一个 路径的一个Atom 比方说 这个路径呢 我们就画几条线 这个路径呢 我们就画几条线 我们图片好了 Lang2 先是MoveTo 它挪到一个地方 然后呢 Lang2 然后呢,再调用几次 然后我们 就做这么一个简单的SAtom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们把它 位置设一下 然后我们设在 开始 放在这个地方 然后呢 然后呢 加到场景当中来 好了 我们现在呢 可以来 加另外一个 比方说 我们加一个 新的Atom 刚才有讲到 还有很多 然后我们加一个 线段 好 现在呢 你可以一开始 就给它指定 0 0 指定 100 100 好 设置了它线的起点和终点 然后呢 我们设置它的位置 我们 设成240 好 然后把它加入进来 然后现在呢 我们来编译一下 看看能不能通过 有点凶 有点凶 好 现在有一个错 因为它的构造函数呢 是要接受一个 QpxMap的一个对象 好 现在呢 我们重新修改一下 然后呢 我们来运行 好的 看到我们的 一个文字 然后呢 我们一个方框 方框呢 实际上和文字呢 交叉了 两个再重叠起来了 然后这是我们家的线段 这是我们家的图片 这是我们家的路径 这是我们家的路径 这个效果呢 已经出来了 这是我们一个简单的示例 那 关于每一个 Qgraphic Atom 它有什么样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在Qt的帮助里面 你调到这个索引模式 索引模式 然后在lookfor后边的这个搜索框里面 可以输入一个Atom的类名 你就能找到它 这里面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Qgraphic Atom 这个类 它有很多很多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去用 根据我们实际项目的需要呢 可以可能会调用不同的方法 然后我们来看一些 简单的Atom 我们搜到Qbixmap 我们会看到 你可以去设置它的图片 设置它的shape mode shape mode shape mode 然后在前面有定义 这些呢 都是我们可以设置的一些属性 然后呢 你还可以去看 我们没有 刚才没有演示TestAtom SimpleTestAtom 用来显示一些Planetest 而TestAtom 可以显示副文本 比方说 有一些HMR文本 然后就可以用这个来显示 这是我们怎么样去看 一个QcrafxAtom 看它的API 然后跟 了解它的API呢 就可以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来调用了 我们的这个简单的实例呢 那仅仅是 new一个Atom 然后呢 设置一个位置 然后把它加进来 或者再设置它的一些属性 这就是非常简单的一个应用 好了那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那下一节课呢 我们会来讲自定义Atom 这将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内容 因为我们在实际做项目的时候呢 经常需要自定义Atom 好那这节课呢 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 再见